套句過去講說 你們這些大人有多噁心 不合你意 然後你就開始去出征 甚至沒有投票權的高中生 你不支持我要支持的人 18歲公民權我也不要給你們了 就是一句話 噁心 這個已經變成新聞了啦 而且有人去問陳時中嘛 結果陳時中的回應就是說 他說我不能罵他們 不然連我都會被罵 是因為陳時中的加持 變成更大的新聞 這個事實上就是很典型的 你的側翼變成豬隊員 因為你的表現如何 你只能用KPI用量化的統計來表示嘛 他們以為這個也是該進攻的KPI啊 就沒想到踩到地人 當然是這樣啦 坦白說啦 台北市也是這樣 民眾黨推的縣市候選人沒有那麼多 民進黨當然會看到這個現象 想說哎呦 柯文哲如果2024又出來亂 年輕票又可能被他瓜分掉一些 20到30歲這個年齡層 假設啦 你拿到25% 對民進黨候選人就很傷啦 30歲以下民眾黨 異乎尋常的得到太高的支持度 我主要是指高雄安跟華山上打 這個對民進黨的2024威脅太大 所以他們現在打的就是 你們是冠老闆 你們在苛刻年輕人 就是要把你的年輕人摧毀 這樣就是在佈局2024 我真的看到民進黨全力打的 國民黨候選人只有講案 那現在也挺火 因為認為陳時中已經輸了 所以也懶得打 就全力都在打高雄安 你怎麼不去打盧修院 怎麼不去打侯友宜 國民黨執政的地方很多耶 奇怪你怎麼都不去打 那你到底在幹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